湯匙剝金髮 赶快拿出你家的湯匙 我们来聊这个个案 七十多岁的步人从美国回来 走路不稳偏一边 以为自己中风去医院检查都没事 在接地气关键字 接地气之后改善 所以它是磁场不平衡 对 因为像我们常常在飞机上 我们身体 人体的电磁场会改变 那它不只在飞机 在高铁 然后有时候甚至于搭捷运 有时候你一下飞机 也会觉得我浮浮的 很像我有点不大温 对 那个就是你的气场有点离开 而且有点颠倒 那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他老人 一般人会调整得蛮快 但是老人家 尤其是如果他又习惯性地穿交鞋 然后习惯性地住高楼大厦 他基本上不大接地的 那他就是做了MR 做了CT 都说他没有中风都很OK 但是他就是走路就是很不稳 那再帮他做了一个简单的 这个用 其实我是用一个叉汤匙 一个像叉子的汤匙 然后就用这个小工具 他就走路就很好 他好开心 好棒喔 他就说没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 许医师要教学这一段 观众朋友 铁粉们 您学到就是你自己的 因为我光是看这个准备功课 好棒 真的好棒 说什么在脚背上画吧 还有先刮脚背再刮脚底 对 就是比较好的方式 我一般都是用一个叉汤匙 如果没有叉汤匙的话 你就用一根叉子和一根汤匙也行 我们今天没有叉子 不过没关系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而且一定要用不锈钢的材质 不可以用木头啊 陶瓷的 这个都不行 一定要用不锈钢的材质 那首先 比如说这是一个叉子来说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叉子 我们就先用汤匙来代替一下 如果这是一个叉子 你轻轻地从脚踝的地方 往大拇指的方向 轻轻地刮几下 就这样子就可以 这是打开它的能量频道 然后脚底也是轻轻地刮几下 就这样子 然后过来你就是用一个汤匙 用一个像这样子的汤匙 你先在脚背画八 就是这样子画几次 然后脚底是最重要的 因为常常这时候 你的脚底会很黏 很滑 你可能刚开始你不大能刮 你可以上下先去这样子动一动 到它比较滑顺的时候 你再把它画八 然后脚指一定要画到 然后整个脚都要画到 到它很顺为止 然后两只脚都要这样做 到尾了